《江峰漫谈》 朋友们好 今天是2022年的12月12号 非必要不外出 非必要不出国 非必要不聚会 非刚需不购买 就因为这些非必要非刚需 我们有太多人错过了孩子的婚礼 错过了父母的葬礼 错过了青春 错过了夕阳 幼儿错过了游戏和秋千 大学生错过了校园歌曲和恋爱 正如2022年的上海没有春天一样 疫情三年 中国人被人为的撕掉了生命的这一篇章 所有人的生命都成了非必要的 非刚需的存在 但是你发现了吗 非必要存在的其实都是普通中国民众 偶尔咱们也会碰到 某位社会精英的爸爸妈妈被耽搁死在了急救室外 或者某位红二代自己也被非必要了那么一两回 如同亿万百姓一样被隔离 封控在了陌生的高风险城市 就这种事一发生就会迅速成为网络热点 为什么 因为不正常 因为中共在小心翼翼的维护着他们的这个统治者群体 人民的本质就是奴隶 而奴隶的一切都是不必要的 所有百姓的非必要换来的就是体制内的想要就要 习近平的存在导致了两个奇特的现象 因为全面清零的特别的残酷和特别的荒唐 竟然有人开始惦念开启腐败治国 全社会道德沦丧的江泽民的好 又因为全面清零的突然刹车 竟然又有人认为习近平在认识错误 纠正错误上 要比那位赶尽杀绝的毛泽东要好 其实关键这两个怪象的产生 还是因为有相当一部分国人依然觉得党还是好的 还是伟大的 自己们还是愿意一世为奴代代为奴 说起江泽民好的 无非是两条 一个是说说他这个说拉弹唱有风采 不用小本本有口才 那比起习近平的这个呆蠢好很多 但是大家可以仔细去回想 1996年江泽民国事访问西班牙 西班牙国王卡洛斯请他一起检阅三军仪仗队 就在这么一种严肃威严的时刻 这江泽民居然拿起把小梳子来 在国王面前梳理头发 搔手弄姿 西班牙国王惊讶他张着合不上的嘴 这事还没完呢 当天晚间国宴的时候 江泽民又梳头了 当时他坐在往后右侧 饭桌前拿梳子梳头 西班牙第一大报 国家日报 其他报纸头版头条看出新闻图片 卡洛斯国王看江泽民梳头 你说这是风采还是国耻啊 说起这个吹拉弹唱 1999年3月30号 江泽民在奥地利访问 总统克莱斯蒂尔陪同他参观了萨尔兹堡的莫扎特故居 克莱斯蒂尔骄傲的介绍 这故居里面最有价值的收藏品就是这个 莫扎特1785年买的一架钢琴 克莱斯蒂尔说除了莫扎特本人 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人谈过 谁知道奥地利总统话音刚落 江泽民啪一屁股坐在上面了 没第二个人谈过这 我当了第二个人 开始弹奏 洪湖水浪打浪 这钢琴前面都挂着一个德语英语双文告示 禁止触摸 那字样清晰可见 奥地利总统的肠子都毁清了 早知道这位表演欲那么强 别来萨尔兹堡 带他去维也纳呀 那么多舞台 现在你看好 外交礼仪限制 也不能把它给拽出来 拉下来了 莫扎特是奥地利人心中的文化圣人 对莫扎特文物的亵渎就是对整个奥地利的羞辱 所以第二天 奥地利媒体铺天盖地的 用大标题丑闻两个字报道此事 那多瑙日报还画了一个漫画 江泽民拿着一个锤子拿着个镰刀在那弹钢琴 在法国 江泽民参观博物馆 拉着总统希拉克夫人贝纳戴特的手 挑起华尔兹来了 博物馆里跳舞 是吧 就江泽民他试图要展现 说你们西方的那点东西我都懂 吹拉弹唱嘛 是不是 而真正的文化内涵呢 文明的精髓呢 体面与真正的君子之道呢 差之甚远 你说他细子治国 小丑治国 有人还不服气呢 是不是 美国的里根 乌克兰的泽伦斯基不都是演员吗 但是你想 这细子治国还是有大区别的 里根泽伦斯基是演员出身当选总统 体现的是民主的骄傲 人民的底层力量 在最艰难的时候领导国家走过民族这个艰难之时 战胜最强大的敌人 而江泽民呢 是当了党魁回头去做细子表演 肤浅与恶俗的表现 那是对国家尊严 对人民脸面的羞辱 有人说是习近平没有个小本本 东西都讲不出东西来丢人 江泽民不需要小本本就能挥洒自主了 江泽民是没有用小本本吗 他可不是没有用过小本本了 1999年之后 他在正式国事访问外交场合 竟然把攻击法轮功是邪教的一个小本本 亲自递给外国领袖 一方面 污蔑自己国家的公民 上亿的修炼人 另一方面 他也是想绑架这个对方 谁接他的书嘛 对方的民主国家领袖他也绑架了 你不接 你就跟中共结下梁子 你把小本子攻击法轮功的小本本接过去了 就是默认中共最大的人权宗教迫害 你说他的小本本干了多少坏事 外交场合的吹拉弹唱隐藏的是对中国国土最大的出卖 是对中华民族永远的伤害 这说的 大家是有一些人嘛 就说江泽民所谓个人风筒 这第一方面跟大家说一下 那第二方面 还有人说 是他让中国进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说给大家带来了好日子 其实 朋友们 正相反 江泽民是吃的站着六四的人选馒头上了台 他的经济路线和改革是朝着复辟方向走的 而邓小平当时不是南下放狠话 说不改革开放的都要下台吗 这话把他给逼回头的 但是与西方全面交好发展经济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培养了两大块 第一块 庞大的堕落贪婪的中共官僚体系 第二块 自己的家族高达一万亿的贪腐 当时相当于十个世界首富的巨大财富 所以说呢 你看 他培养的这两大块 培养了两头喝中国人民血的怪兽 这两头怪兽至今依然活着 西方媒体故意带风向的包扬江泽民 来打击习近平 无非是看到什么 看到习近平的呆蠢执拗 已经把自己弄到了墙角了 没出入了 他随时下台 但是他下台可能把中共给带倒了 西方华尔街大佬们不愿意这样 八十年代开始做大的这些全球主义者们 更愿意一个服从自己 跟自己一起闷声发大财的中共高层 如同江泽民这样的中国伙伴 全球主义者需要中国的廉价产品 廉价劳动力 这一点只有中共这样的敢于对自己的人民下手 没有人权顾虑 没有这个环境污染顾虑 可以奴化上亿劳工的执政党做得到 因此即便是江泽民被自己的党内同志和自己的家人 挫骨扬灰 飘零大海了 我们依然要认清 所谓怀念江泽民 说江泽民比习近平好的那些报道的西方政治力量 他们并不在意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 不在意中国人的自由的道路 正相反 他们鼓励换一个首领 换个首领之后 让这个能继续奴役中国人的中共继续活在那继续存在 所以习近平下台啊 这口号必须以共产党下台为革命的终极目标 否则你换一个还来一个 中华民族噩梦依然营绕不去 至于说习近平比毛泽东要好 知错就改了 是吧 说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清零毕竟没有像毛泽东的文革一样 只有独裁者死了 反人类的罪行才会停止 所以因此说习近平比起毛泽东又有了进步 这个说法呢 有两个误区 第一 毛泽东的死终结了文革吗 第二 习近平纠错了吗 还是有更大的镇压更大的风暴摆在人民的面前呢 首先这毛泽东发起文革的实际目的 他就是要打倒刘少奇 是吧 还有那个围着刘少奇旁边的那一群党内实权派 他要重夺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 打饥荒错误之后的党内全面控制权力 结果呢 毛泽东赢了 权力游戏胜利了 胜利之后呢 他的确还试图去停止文革的混乱 年底开的九大嘛 九大宣布林彪为接班人 但是毛泽东把接力棒从刘少奇手里抢了过来交给林彪 并不能阻止混乱 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这个最高权力的争夺 这种矛盾变成了林彪和江青文革小组的矛盾 九大确定了批判 要改变 试图慢慢的改过来 结果却把豆和批从中央 从北京沿着到全国 更加混乱了 这种情形 朋友们 其实非常像习近平现在 对于清零运动的把控 他知道这个做下去很难收场 于是弄些个什么什么20条啊 是不是 什么第九版优化呀 慢慢调整 但是根本没有办法与中共这种极权体制的 它有种特质 它有特质是什么 就是凡事向恶向更恶的方向发展 是这么一种特质 他没有办法跟这个特质对抗的 最后地方和全体中共体制受益者倒逼中央 就变得更加混乱了 最后毛泽东是发现的是 他的个人命运 与他发动的文革的命运 还有中共的生死就纠结在了一起 于是从这个试图全国大治结束文革混乱 都必须什么维系文革 这就成了一种宿命 毛泽东死后 邓小平之所以无法彻底否定文革也是因为这一点 因为邓小平虽然是文革的受害者 但他也是中共体制当中 毛泽东错误政策的支持者和实施者 是打倒一切革命战友的支持者 清算文革那等于就是什么 就清算中共了 也就等于毁灭自己 因此文革并没有因为毛泽东死掉而真正结束 这个国家从来没有机会进行全民反思 进行制度改革、法制改革 党的集体领导说是这么说 没有法律限制 靠的是什么 靠的等于说是领袖们的道德来维系 倒点下车、换司机避免疲劳驾驶 把中共这辆大车继续往下开 但是中共干部 朋友们 这他五行最缺的就是德 邓小平时代对文革最大的反思就是反对个人崇拜 但是这个反思的目的是什么 是要保障中共的长久执政 好 那中共只要活着 党的暴力血腥和斗争的本性 最终必然导致权力核心的轻压 并重现个人崇拜 重新打造新的独裁者 这没跑嘛 对吧 所以朋友们 文革从来没有死 它只是等待着惊蛇 虫子从地下就爬起来了 大家看 从红卫兵到白卫兵 没有一点违和感 文革中的戴上红卫兵秀章 就拥有了超越宪法的权力了 先把你定义为反革命 然后就能怎么样 就破门而入了 就能拉走你去批斗 戴高帽 弄死你 现在呢 现在穿上大白装 也能为所欲 先把你定义为你养了 你密接了 就能破门而入一样的搞消杀 就能把你拉走了 转运进方舱 所以文革呀 不是毛泽东死了才结束 而是死了都无法结束 而习近平正是文革僵尸中孕育的 经折穿土而出的蛊 毒虫的蛊 他不是说知错就改 而是迫害啊 完全没有金钱支撑了 搞不下去 那强硬实施的话呢 甚至会使白纸革命啊 从校园里扩充到街道上去 甚至参与者的学生的扩大到公务员 和基层党员干不上去 没钱吗 谁跟你卖命啊 那现在财政部发行7500亿特别国债 那就是要来应对执行防疫政策的亏空的 朋友们 这方舱不拆 增加天文数字的国债 这是在认错吗 还是叙事再来呢 所以这个新十条表面来看的确是用优化防疫 来结束了全面清零的强异风控政策了 但是习近平呢 只是按下了暂停键 不管会取消多少什么行程码一类的这种管控手段 不管掉车掉走了多少个这个核酸检测厅 但是这个政策本身完全反科学本质的这种制定的过程 对付人民的手段远远高于对付病毒的政策 它这个精髓没有改变 因此不管那个词怎么变 什么全面清零 动态清零 优化防疫 对人民控制的本质一直都没有变 其实反扑与求户算账已经在进行 推特上最近一个账号很猛 是吧 李老师不是李老师 又爆料了 四川省成都市有参与白纸运动的抗争者 接到警察电话询问上 你有没有参与抗疫活动 他知道你掌握了你的动向才问你 还问你的健康码是否变荒 这个爆料网民就说警察在电话中生 他们整理出了参与游行的人民的清单了 正在按照清单打电话一个个合适 是不是求户算账 广州市海州区警方更是在没有通知的情况 直接上门抓人呢 南京传媒大学调查已经进入了 所以一场秋后算账已经在开始 在上海一个不被人觉察的工程也在展开 上海市政府在推行叫什么 叫微型基站 微型就是小型嘛 这个小基站本来的目的是干嘛 是用来做配合这个自动驾驶的 让每个拐角小巷口都能够充分的连接高频高速 所以这个设备是没有延迟的 可以及时监测 但是装好以后 中共马上发现这好东西 什么好东西 让监控无私角 这么一个设备 所以到处都在什么 做好进一步反扑镇压的准备 老百姓在疫情放开后买不到感冒药 但是中共却花钱布置最先进的监控设施 咱们回看 防疫三年 用于核酸 用于方舱 这些钱花了多少钱 得上万亿 而建设一个规范医院 专门生产配备呼吸机去装配到医院里面去 实现对重症患者的定点救护 这样一个来个三甲医院 也就是五个亿到八个亿的投资 核酸检测体 你看 那投资是废掉的嘛 对不对 现在一个个吊车吊走了 西方是什么 西方是民众自检 不舒服了 有病了 才去检测 一拿开阴性阳性自己家里就知道了 历史上是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的 老百姓风雨无阻 成千上万的排队去证明自己没病 没病排什么队呢 浪费社会资源 浪费人力 浪费时间 然后方舱 方舱没有正规医疗设备 没有足够的专业医护人员配备 方舱是适用于正规医院这个床位不足的时候 做这个过度收治的 但是现在中国的医院 它不收这个病毒患者 它不收病人呐 没有治疗 甚至没有诊断就把患者 转运到方舱去了 从医学上 从常识上都说不通的 就这么些东西 花了上万亿 还错过了两到三年的窗口期 中间说防病毒已经获得全面胜利了 是吧 没有用这些钱来做正事 本来可以用这些浪费的钱 浪费的时间建设出来多少 你算五个亿到八个亿 你可以算出将近千个三家医院 然后用这三年培养出数十万上百万 一般性的这些医护人员都没有做 然后突然一天放开封空 还要说一句 国家保护了你三年 现在你自求多福吧 保护了什么呢 保护了 是吧 你们都做了些什么嘛 坐在那天天研究最高领袖的思想动态和政策走向 中共河南省猪马店的卫健委公众号叫卫生寄生监督 12月6号刊文 就过去三年过度防疫情况列举了九方面负面影响和十一条建议 在那里这个驳斥 增层 层层加码现象 并非仅仅来自基层工作人员的理解和执行错误 他把责任推到哪去了 他说是上级 主要是上级要求的政绩和防疫效果挂钩 有意思 是不是 共产党自己的基层单位 开始揭露自己中共内部的错误 目前北京广州内部消息暴露出说有三成检测 是阳性的 人口30% 数百万剂啊 朋友们 我们很清楚 新时期要到现在 数天之内 这些城市从这个卫健委爆出来的 数百人 几千人的这种感染数字 怎么几天之内突然暴增上百万呢 人群不可能有如此巨量的感染者的 只有一个真相 那就是在清零封控的阶段 已经有大量的感染者 只不过中共严格的保密压低了制造的数字 为啥呢 第一 因为他们无法承受 按照习近平的清零政策下 如何解决巨大的感染人群 一百万人清零 有这么多的方舱和设备吗 第二呢 是如此巨大的人群 竟然没有明确的相关死亡病例 说明什么这个病毒没那么厉害 那病毒的恐惧和不必要的防控 完全是中共高层制造出来的 那么高层就要为极其错误的政策 造成的国家损失负责 现在 好嘛 突然一下 30%的这个检测阳性都出来了 突然不正常的升高 为什么这个数字出来的呢 是中共打开封控之后出现了 中共完全可以说 你看 我封控的好好的 没那么多人得病 你看看 我把你们关起来很好啊 你们不知好歹 你们还要游行 还要造反 是不是 搞得我现在不得不解封了 你看你们 你们倒霉了吧 这意思 潜台词已经明确如此了 你觉得中共下一步是认错 还是谋划对过往的公民诉求 对白纸革命的追查呢 甚至完全有可能借口一场突如其来 杀伤力严重的病毒 再次把人民关进牢笼 2020年武汉的事情死了那么多人 说清楚了吗 没说清楚 病毒哪里来的 说清楚了吗 没有说清楚 就这样的已经胜利过一次了 那当时把那么大块一大块一大块的奖牌 发给这个科学家了嘛 是不是 怎么现在你看 人们又开始抢购那位科学家的独门中药秘方了呢 朋友们 要是这药管用 那吃三年了 对不对 那怎么还在家里关着 早一个吃好了 没用嘛 再说了 有些病啊 这药还真的治不了 你不清除了身上的中共病毒 你就摆脱不了最终被关死的命 《江峰漫谈》 我们下回再见 这是中共隐藏的最深的一个谜 请大家注意 这叫做定向失踪 点对点式的绑架 而孩子的父母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努力的 充满爱心的把这个生命养 他们哪里知道 他们养大的仅仅是对这个国家有用的一个器官而已 中共根本没把新疆人当人 新疆已成了垃圾场核武器和生化武器实验场 更可怕的是 中共不需要制造 然后再杀死一个孩子 而是让孩子的亲生父母 替国家养育一个社稷婴儿 连营养肺 养育费都免了 因为医院和基因组织 已经知道了符合要求的这个社稷婴儿 在哪里生活 只要有钱的人在某一天需要 那么就可以随时下手摘取